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祈禱有很多好處 你們各位有沒有祈禱的? 有沒有祈禱的習慣? 我在未成為基督徒或信主之前 大概在去年我第一次接觸祈禱 就是我有一位工作人員 那時候公司要清潔人 清潔人 大家都很害怕 本身的第一個計劃就是 整班都要清潔人 一百五十個人一起清潔人 我其中有個基督徒的同事 他就一直祈禱 加上和教堂裡的人一起祈禱 很驚訝 他祈禱後第二天 就說不全部都放置了 不一百五十個人 只是三分之二的人 我就是其中三分之一的人留下 我第一次接觸祈禱 就覺得很神奇 我就覺得有甚麼可能發生的呢? 本身所有文件都已經預備了一百五十個人 但因為祈禱 就變成了三分之二的人要走 三分之一的人可以留下 這個第二次接觸祈禱 第二次接觸祈禱 就是在我爸爸去世的時候 大概半年前 去世第二天 我仍然上班 又是同一個同事 他也是基督徒 同一個同事 他跟我說 我知道你很不舒服 不如這樣吧 我為你祈禱吧 我說好吧 你幫我祈禱吧 祈禱完肚之後 那種所有的悲安、悲傷 突然之間消失了 我心裡感覺到很舒服 很舒服 很舒服 本身是一個親人離世 你應該很傷痛 但是那種傷痛沒有了 我感覺到很舒服 很舒服 第三次就是 我接觸到葉牧師 葉牧師在電話裏 為我和我妹妹祈禱 又是我爸爸走了 那葉牧師和我和我妹妹祈禱 在電話的時候 我感覺到 我好像在一個魂裡面 坐在一個魂裡面 正在升上天空的 是很舒服 很舒服 那之後 由此之後 我就信了主 還有我又有一個祈禱的習慣 我知不知道原來祈禱 是可以這樣跟神說話 或者這樣才叫祈禱 但是在葉牧師和很多基督徒的朋友 鼓勵一下 他說 你其實平時開車 洗澡 你這樣跟神說話 都可以接觸到神 最近一次就是 我剛剛被人放置了 但是我很幸運 我有一個面試的機會 在面試的期間 我很鎮定去答每一個問題 我完全不會害怕 不知道為什麼 別人問我 我很流暢地 答到別人的問題 說出來 我一點都不害怕 那我便得到第二個面試的機會 第二個面試的機會 我又是這樣 很印象每一個 interview我的人 結果上星期 而是第三次的機會 interview interview 那個 銀行的最大的人 結果 早上interview 之後 他已經給了offer我 我很感謝主 他一直帶領我 走這條路 其實每一次 interview 我都有問神 如果你覺得這份工是適合我的 你指引我去走 不是說 但是不是說 你們大家 不需要找工作 坐在這裏 神就會給你一份工 當然你一定要自己去找 去嘗試去爭取 這樣神就會帶領你的路 感謝主